新內閣的交接 說大也不大 其實大部分的閣員大家都認識 因為大部分沒換 只換了一個閣魁 這是我們過去以來組閣的慣例 林權到賴清德也只換了林權 賴清德到蘇貞昌也只換了賴清德 但是蘇貞昌這次組閣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奇特 看起來滿奇葩的總動員 因為上次閣魁 下次部長 組委 每一個都非常詭異 比如說我們的院長蘇貞昌 他其實早在2018年 去年9月的時候 當時還在競選期間 他就接受網路電視專訪 被問到萬一選舉失劣的話 你是不是為了服務更多民眾 在必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入閣 當時蘇貞昌的回答是 我都組閣過了 我不會再入閣 很多人都說你又說謊了 其實我必須幫他解釋一下 他沒有說謊 人家講的是我都組閣過 不會再入閣 他沒有入閣 他是組閣 他再組閣一次而已 人家沒有說謊 講話非常的精準 因為這個是按照他一貫的標準 因為他之前在保安宮發誓的時候 是他說不會再定選 第三次的台北線 人家現在是新北市 人家進行不行嗎 對不對 本來就是這樣 這是他無道義以貫之就是這樣 這樣是老的 林佳龍要學一下 對 我們的林佳龍講話 就比較沒有那麼會轉彎了 在2018年12月2號的時候 當時林佳龍在臉書上直播 但有網友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離開台中 他堅定的回應 打死都不會離開台中 現在林佳龍已經死了嗎 還是我們都看得過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又會出現在中央 當交通部長 這個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難道我們現在 正在集體灌入衛營 我覺得交通部的辦公室 恐怕要簽到台中 恐怕要簽到 另外一個解套方法 封都可能會比較好 我們的政立軍文化部長 也非常的妙 他1月11號在臉書 他直接就PO文 我依然認為自己在文化部的 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希望持遲總辭之際 離開政府團隊 重新回到民間 以自己的方式持續為台灣 盡一份心力 希望重新回到民間 表示遲疑善奸 結果沒想到才不過幾天 兩天之後三天13號 他就說我決定留下來再拚一段 180度大轉彎 你不是兩天前才告訴我們說 你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那你留下來幹嘛 你沒任務可做 那你要完成什麼呢 所以他留下來到底幹嘛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最奇葩的就是這一位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陳吉仲在2018年12月5號的時候 當時林聰賢下台 農委會的副主委陳吉仲 他接任代理主委的時候 他還哽咽表示 我一定會跟林聰賢你同進隊 結果同進隊的意思 就是送他到門口 一腳把他踹出去 換我當 就變成這樣 他自己辭意堅定 他辭意堅定是辭掉 代理主委跟副主委 他要幹主委 他的辭意是這樣的辭意 這種人居然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覺得中華民國的歷史 也是寫下新的一頁 我們這一位也是非常妙的 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 他當初就是2018年4月1月 台大校長案 也就是卡管案請辭 然後離開教育部275天之後 現在要回鍋擔任同一個職位 我就覺得中間 吳茂坤跟葉俊榮真的死不瞑目 完全就出來被你犧牲掉了 結果階段性任務完成 他們兩個階段性任務完成 你又回來 這到底在搞什麼鬼 然後我們的科技部長陳良基 據說本來準備要轉任教育部長 我發現蔡內閣有個通信 所有的部長全部大家都可以互換 然後去做什麼都完全沒有違和 結果在人事發布前 最後一刻急轉彎 去繼續留任科技部 我們到底在蔡英文政府內 人才的定義是什麼 部長的資格是什麼 主委的資格是什麼 完全讓大家搞不清楚 其實反正就一鍋回鍋肉 大家頓頓吃吧 每個人都是通才 所以可以換來換去 不過的確像蘇貞昌的說話 這麼的精準 他說不會再入閣 果然就沒有再入閣 是足閣 林佳龍的說話相對就比較不精準 打死都不要離開台中 結果才過幾天 一個月不到就離開台中 彭先生怎麼看這個新內閣 很有戰力嗎 我對國民黨 感覺很優心 民進黨已經就戰鬥位置 蘇貞昌 這六出旗山又出來拖樓名 你來想看看 這個不是人家的 蘇貞昌不是勤怨的角色 長廷胸 轉移焦點不能改變貪污的事實 你還記得嗎 自己的東西就抬到這樣 火灰灰 國民黨你不用擦在等 現在他來換行政 再來喝家用到斷雞麥 斷雞麥在選完第一枚 我們就吃到鵝肉 那個演說 到他的電線出的關頭 今天我現在要來看 你要做行政營的粉絲 你對高雄有很多機胎 你說高雄要怎樣 我看你拿多少建設幫助高雄 幫助韓國的 你如果說要給韓國的 派你看要把他穿後腳 如果這樣四年後你還回去算 會比較好算 這個時候高雄人就眼睛金金給你看 所以他用斷雞麥做副手進來 對高雄會有幫忙 應該會 所以這是一個完美的組合 比較偉困的是喝家糧 家糧兄你 你負責任性地是銀劑索的 你偉困去做交通報道 這我就想不到 這就很偉困 我心不是他要動山再去 他要山收山 那麼到台中的建設跟捷運 輕軌他都要做 所以他去看交通報 就是要讓台中大發電 這樣羅秀園就堅住大條 台中人也堅住了 我們台南要怎樣 我們台南說放五股堂 所以林家糧 這個龍飛在中物 這樣加一加 你看國民黨 現在又在無沙沙 最主要是黨的系統 羅文家回來做秘書長 這個又到沾沾 這當時是一個大貪婦集團的要角 這幾年來 你們看的都漸漸 他像九年九有出來投資 他當時吃香好辣 整個吃到金四十 他是裡面最重要的角色 都沒有經過投資 可以再度奉勵 看民進黨的秘書長 這樣你看國民黨不用待 所以國民黨說有一個上公 如果要繼續這樣下去 我看四個都上公 真的 所以民進黨 包括內部的集團委的團結党 包括外部跟美國的傳統 白色會 引進美國的力量進來 他們已經處理好了 現在更辛苦的孤單 就是我們青頂兄 鄉鄉鄉回來 我們台北沒有幫你聽 我們台南幫你聽 回來 年要到了 我們回來為了 我背你吃火鍋 不用痛苦 他可能不會吃你火鍋 這是這樣 先他吃水滴 本來我就說 現在要出一個保存 沒錢沒錢 他就告訴我 卡電給你 旬年的糕 全年的糕 就是 鄉鄉鄉 我先來行政院 你立法院已經很近了 這樣 所以賴欽騰有跟你說 你立法院進了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 是給你口水滴 對 這樣說 賴沈玉岩 沈玉岩 我就說感謝你 但是台北挑戰很艱苦 沒那麼軟 所以祝你經常一整流 但是台北中的 如果住不住快回來 還是這樣 後來媒體就告訴我 你是不是要來立法院感到他 我說一句話 他可能動不夠我來 皇帝是這樣說 真的只差一點點 是隻交臂 這是 沒辦法 他有生懶 今天他就提早下來 但是你們人看誰 鳴沈玉岩 鳴沈玉岩的誰 現在是要比創人文 比索金超越高 所以他未來的百年三角色 我看85%他會做副手 他動不夠 他不可以沒有武台去董禮空二數年 所以八仙 他已經是去抗創人文 政党禮空禮空年的生意 這個教育讓他補了 這個勒高起來 勒生徒是不可能選禮空禮空 所以為了就是 做創人文的副手 這是已經必然了 你如果要去做他的副手 我還是很幸福 但先回來過年 過年 不要黑白出手 你們一個抽選和一個雜小孩 我看民進黨過去很痛少少少年人材 這次抽選用了很難看 所以不怪他今天會跳出來替動參選 你為了要提出一個 一個一雷一休的劉動部的副部長 這樣你們新調流的 派過身生 你競然你還沒寫 你用行政議長的新聞 卡電話給理長 叫理長去參加過身生的作者 我感覺你就已經 這點我聽得很犯險 我過年等一下我要問看 你到底比較有什麼人 龍姐完全是選舉模式上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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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